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本期导师谢娜怀孕半个娱乐圈送祝福 何种发生为她留C问 正能量回击被黑被潮 人气旺微博粉丝接近一亿 酒妹变太阳女神 曾心酸到在快本做冷板凳 坐轮椅也要坚持上节目 高情商是杀手锏 在被怀孕了六年 被传十多次怀孕之后 9月26号上午 张杰终于发文宣布 妻子谢娜怀孕了 今年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有了最好的礼物 娜娜辛苦了 永远爱你们 你们都是我的宝贝 谢娜转发此条微博 并秀恩爱 最喜欢吃你每天早上 给我煮的营养餐 心里甜甜的 嫁给你是我的幸运 快乐家族的人 当然就不用说了 吴欣 何炬 维家 杜海涛 都送上了祝福 而其他的包括 李冰冰 陈乔恩 舒奇 王祖兰 陈学东 张碧晨等 也都是满满的祝福 谢娜一怀孕 也就意味着快乐大本营 C队女主持人 要有人接替了 这个位置先前 可是不少人虎视眈眈呢 媒体已经报道过 有可能是沈梦晨等 新上位的湖南卫视 小花接替 不过谢娜的好拍档 何炬却及时地发了一则 意味深长的微博 好好休息 抬上位置给你留好 等你圆滚滚地回来 怎么办 已经在脑补大本营化妆间里 多一个摇篮的样子了 果断是为谢娜 送上了一颗定心丸呢 谢娜曾被看作是 内地版的小S 她常常耍宝 插科打混式的幽默主持 深得观众的心 然而也有人 对她的这种主持方式不适应 认为她是装疯卖傻 谢娜和张杰在一起后 俩人常被群潮式时尚黑洞 自创的服装品牌 也被损的是土的吊渣 因为精英节上 跟康辉之间的口误矛盾 谢娜被质疑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 只会靠自拍修图自称女神 谢娜不但不脑 她用幽默方式回应 她仅仅靠自拍修图 就可以去主持精英节 她到底是谁 关注精英节开幕式直播 这个圆场打的也是满分 谢娜善于将绯闻和质疑 变成前进的动力 在各种节目中 都不介意拿这些梗出来讲 比起其他女主持人 谢娜确实没有下场 豁得出去 在节目中 动不动就蹲下来 大笑大哭 甚至半容嬷嬷 演白娘子 各种喜剧情节 她都愿意表演 即便大家都黑谢娜 主持的不好 说快乐大本营 现在收视率堪忧 但是谢娜和何炯 却靠这个节目 创下了几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该节目由吉尼斯认证了 收看人数最多的电视综艺节目 单集 官方账户 粉丝数最多的综艺节目 微博账户 谢娜创造了粉丝数最多的 女性个人微博账户的新记录 如今她的微博粉丝人数 多达9445万人 都比进一页 报考北领中戏接连失败后 谢娜17岁开始北漂 租住5平米的小仓库 最穷的时候 连坐车去怀柔片场 领片酬的钱都没有 在牛仔裤口袋里 翻出5块钱 都能开心的跟疯了一样 02年快本改版 谢娜画名叶子 跟人搭档主持 不但没片酬 还被网友骂滚出大本营 惹得她在网吧里 边看边哭的惊天动地 几年后 谢娜二进宫 却因为与何准的PK落败 而跟维加一起坐冷板凳 还被吴欣和海涛 两位新人顶替了位置 后来终于在节目里 站稳脚跟 她的第一本书 《那是一阵风》 在全国大卖 主演经典话剧 《暗恋桃花源》 并荣获最佳女主角奖 首帐专辑 波罗波罗蜜 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好成绩 入围武林大会并获奖 在电视剧《射调英雄传》中 扮演《华真公主》 为进口大片赛场大板工配音 她的事业全面开花 高歌猛进 主持拍戏跳舞演话剧 配音代言 曾创下72小时 不眠不休的纪录 从方氏狱中的丫鬟小丽 到相吐气的酒妹 再到如今的太阳女神 谢娜这一路走的 也是无比艰辛 如果说杨幂是影视界的拼命三娘 那么谢娜就是 综艺界的拼命三娘 快奔20周年 谢娜因为腰部韧带伤情 竟是坐着轮椅 被宋小宝推上舞台的 为了赶上录这期节目 她还特意做了个小手术 录制现场 谢娜始终带伤减手 只有在录制间隙 才勉强一部舞台侧边 稍作调整 敬业精神 也是满分 偶像来了 面对林青霞 朱英等女神 谢娜不但没有相形见处 反而是常常以高情商去胜 赵丽颖追问何炯 结婚了没 谢娜立即说 何老师爱的人已经结婚了 这个人就是我 我们来了里面 谢娜主动把免受惩罚的资格 让给了恐高的刘嘉玲 宁愿自己去跳澳门塔 百变大咖秀里面 谢娜的蛇精造型和包青天造型 至今让人记忆深刻 武林大会里面 谢娜肌肉大面积拉伤 仍咬牙坚持参加决赛 谢娜参加舞动奇迹时 连续工作三天三夜 在排练一个高难度动作时 大头朝下摔伤了颈椎 化界歌王练习唱歌练到嗓音沙哑 惹得张杰心疼不已 所以说 所有人前的光鲜亮丽 都是人后的眼泪和汗水 堆积出来的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